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了吗 正在吃瓜呀 吃什么瓜呢 真情 香味花开过 冷冷冰雪不能淹没 酒菜最冷指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据说这个 这首歌在国外火了 据说啊 因为我也没法翻墙 我就看有一些新闻报道 说这车火了 不是这车火了 这歌火了 真情 香味花开过 啊 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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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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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了啊 大家一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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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唱一会儿啊 别着急 真情像草原广阔 冷冷风雨不能阻隔 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万丈阳光照耀你我 真情像梅花开过 冷了冰雪不能淹没 就在醉了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雪花飘飘北风啸啸 天地一片苍茫 一片寒梅熬离雪中 只为一人飘香 你爱我所爱 无怨无悔 思情长流心间 别着急啊 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想啊可能会有一些共鸣 会有一些共鸣啊 等一会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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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会 啊 正在进行着家庭的聚会 啊 没生了吗 没生了吗 现在没生了吗 不可能吧 来了吗 来了吗 来了吧 好 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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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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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情长留心肩 真情像草原刮过 从此冰雪不能淹没 终有零开日出时候 万丈阳光照耀你我 雪花飘飘 北风潇潇 天地一片苍茫 一片寒梅 熬离雪中 只为一人飘香 你爱我所爱 无怨无悔 此情长留心肩 行吗 我自己改变了 还行吗 凑合梅 总体还是可以啊 没有音乐伴奏 后面有点过了 后面表达有点过了 后面表达有点过了 那前面 那前面已经起来了 那不前面 我想想啊 前面慢点 我自己改变了 真情像草原刮过 层层冰雪不能淹没 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万丈阳光照耀你我 不 wagu 人叶风 沙发飘飘 北风潇潇 天地一片苍茫 一箭寒霉 傲里雪中 只为一人飘香 一箭寒梅 熬离雪中 与爱我所爱 无怨无悔 此情长留心间 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 就说 车队来了 是谁呀 我都没看见 是吧 张斌死忠不是喷子了 绑一是谁 我天哪 小赵的爸爸都来了 今天我非常开心 我说了 虽然我不在流浪家园 但是我能够感受到这种流浪 吴王的爸爸也来了 别这样 你们这样的话 老邝怎么办 你们好好喝 你们好好聚 我今天感受非常深 我感受非常深 这几年以来 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 其实我这份压力 我坦白说 我不是来自于家长 我实话说 我不是来自于左小匠的家长 我是来自于孩子 虽然说我到目前为止 我是没有儿子 但不代表着未来不一定 这事儿说不好 everything is possible nothing is impossible 那么我想说的就是 这些孩子 他为中国足球 到底能做什么呢 我其实没想太多 因为我已经为中国足球 工作了几十年了 虽然说这份工作呢 也不是中国足协委派的 虽然说也是我这个生存的技能 但是呢 客观上呢 我为中国足球 包括中国球迷呢 也是工作了也有几十年了 你想我打94年开始啊 采访这个甲A 开始写稿吧 我这车 我这房 其实都是写出来的 和说出来的 一段时间呢 我曾经远离了足球 为什么呢 是因为 那个时候呢 我足球呢 没有什么平台了 因为呢 电视台呢 不让我去说了 电台呢 也没节目了 报纸呢 我也不想写了 因为我也不跟对了 所以呢 有那么一段时间呢 我呢 我离开了足球 但是呢 也没有完全离开 就是说 我没有任何一个时间段呢 是完全离开足球 但是呢 有那么一个时间段呢 是稍稍呢 离足球远了点 但是呢 我仍然会在新浪网啊 来解说 但是其他事 我基本上都不管了 因为呢 电视台那边呢 让我呀 要做这个 北京的 北京电视台的孟飞 让我呀 成孟飞 没成了 这事呢 也不愿别人 愿我 因为我本身呢 在那方面呢 可能啊 技能还不够 还不够啊 但是后来呢 这个 因为电视台呢 呃 因为我在上海 电视节上的 一个获奖感言呢 就惹怒了 呃 上海某新闻机构的 领导啊 然后直接打电话呢 给北京电视台 然后就给我解雇了 严格上讲呢 我也不算解雇 因为我呢 在北京 呃 广电系统 先后工作了18年 吧 我先后工作了18年 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天 是他们的员工 我也没签过任何合同 吧 就是你看现在 我为什么对签合同这事 非常不敏感 就是因为我从来不签合同 吧 我干活的都是一把一利索 吧 你让我写一稿 我就写 写完你够钱 你让我主持节目 我就去啊 主持完了你过结账 啊 我是这么一个生存 啊 我是这么一个生存的诡计 知道吗 你要参加活动 也可以 我去啊 说好了多少钱 就去啊 我为什么老提钱呢 实话说呢 就是也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你你总得生活嘛 你总得生活 啊 像米卢说你把这房子买了 我一算 我当时没多少钱 他说你已经买了吧 我说那你便宜点 他说六十万 我说没有 那他说我说五十 他说五十五 我就行啊 就这样买了个 买了个房子 我一般都这么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的 然后呢 这个 就是就是我说这个呢 其实就是说呢 我在中国足球界呀 我还是 呃 起淫了很多年 啊 我比呢 专稿清训的人呢 我接触过 成人 国家队 啊 这个 中超 加A 我采访过世界杯 欧洲杯 亚洲杯 啊 我比这个 单搞清训的人呢 我多点 这样的经历 我比呢 搞职业的人呢 我还多了点啊 这个 就是 做清训的经历 啊 然后呢 我比这个 又搞 职业的 又搞清训的人呢 我又多了一点啊 这个 新闻 记者的经历 吧 所以相对来讲呢 我哪 我哪一店啊 我比那个 一直搞 呃 解说的 评论的人呢 我又多了 一些实践的经历 啊 所以呢 这俩的人呢 他即使 不能赢得你尊重 但是应该赢 应该引起你重视 明白吗 就你可以不尊重我 你也可以不认可我 但是你一定要重视我 为什么呢 因为 我身上 我身上的经历 比较丰富 啊 就是 就是 我哪点可能都不如您 啊 不如我这点不如他 那点不如他 这点不如他 但是要综合起来呢 哥们有一定的实力 我有一定的实力 你比如说呢 我非常能够了解 因为我当时跟这个 呃 甲A的球员 包括国角 包括就这些球员呢 我我我能够有 有一起生活 呃 这个 就是 就是走南闯北 然后沟通 然后平常的这种交流 我大致能摸清楚 中国人 什么人在踢中国足球 什么什么人在踢中国足球 啊 就这些职业球员 是什么样的人 啊 他们的喜怒哀乐 他们的文化 呃 他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球技 包括他们的所思所想 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我做这个媒体工作 啊 他跟你家长不一样 你比如说你是他老婆 你是他朋友 不一样 他跟你聊的 跟我聊的肯定不一样 啊 这是这是一份 另外呢 我又接触过很多教练 啊 你打这个 呃 金志阳指导 郭月龙指导 李松海指导 沈阳福指导 再到霍顿 再到米卢 啊 包括中间呢 还有还有这个 朱广乎 朱广乎朱指导 啊 七五生七指导 都接触过 有的呢 接触的深一点 有的呢 接触的 浅一点 啊 接触最深的呢 是米卢 啊 因为米卢当时呢 他 他呢 就是他跟我 他为什么带我呢 其实主要原因 不是因为我 多么的吸引他 而是因为呢 他没法就带一个女的 你明白吗 就他不能够 走哪都跟一个 就only one 女记者 这不行 因为这个东西呢 他是裤装里的黄头 明白吗 就是狮子头上的 和尚 那么呢 如果找我了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能够能够就 掺和一下 就外界呢 不会有什么太太大的 这个呃 这个什么非议 本来人家可能也没什么事 但是呢 为了避嫌啊 就是英格兰球星 避嫌呢 就翻译过来叫贝克汉姆 避嫌 因为避嫌 所以呢 他他在很多的男记者当中 他选择了我 那么为什么他不选择李承鹏 马德兴 或者是姬雨洋呢 很简单 就是他当时跟我说过 就是说路 为什么我愿意跟你聊 我说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why 他说呢 他说因为 打我认识你 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 你从来 你never问 你从来没问过一句 关于球队的事情 我说这个 我一回想还真是 就是说我呢 没有说因为我 离这个新闻园 就是当时中国足球 最最大的一个新闻人物 我不能 我没有因为 我跟他能够沟通 我就问他 关于球队的事情 你下期要招谁啊 你这期 你想怎么训练呢 然后关于孙继海 你是想怎么使用啊 那么中韩对抗赛 你准备打什么阵型啊 然后你首发会怎么样啊 我从来不问 我从来不问这个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 他就会认为呢 我呢 不是那种啊 这个就是太功利 虽然说我带着我小将啊 出国打比赛比较功利 我总开大脚 我总开大脚啊 我总铲球 开大脚啊 但是呢 他当时认为我呢 做新闻记者的 不功利 而其他人呢 只要一跟他一聊呢 就问他 关于球队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 都想拿这个 都想拿这个 独家消息 而我呢 是采取了一个呢 放长线 钓大鱼 这朋友 他 哎 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 这是小斗的朋友提醒我的 我后来一想啊 还真实 我放长线 我钓大鱼 你看我最早呢 我跟邝尔雷啊 我也没说什么 但是现在呢 最后放长线 钓一条大鱼 我给他卖了 对吧 我给他卖了 所以呢 这就是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啊 相当的这个 这个诡异 相当的诡异啊 其实这些东西呢 也不是说呀 是我天生的 也不是我 也不是我呢 就是刻意的 就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呀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呢 咱们这么说 为什么米卢 当时的房子 卖给了我呢 他为什么不卖给别人呢 实话说 因为没有人愿意帮他 明白了吗 因为当时 谁也不愿意出这笔钱 卖那个破房子 因为那是 那是2002年 谁 谁在北五环外边买房子 北京的朋友 除了拆迁的 谁 谁会在 接近河北的地方 买一套房子呢 谁能够想象到 后来 现在北京 北六环 都已经很贵了呢 谁也不知道 因为 谁也不愿意花这钱 尤其是 他的钱还是白来 他的房子还是白来的 如果他是买的 你再买 一般的人可能还能 接受 你是白来的 你做广告 你做广告 开发商 金六福开发商 白给你的 白给你的 我给你多少钱 你就白挣多少钱 但是我这个人心态非常好 我不在意这个 我不管你 是不是白来的 我只是觉得 当时你老头 要走了 留一套房子在北京 给谁呀 给谁呀 啊 压在这儿吗 谁不希望自己走的时候 兜里都穿着钱走啊 没事 你拉拉还留 留套房子干嘛 每 每个季度还得回来 交物业费 谁给他交 没有人 没有人愿意帮他 没有人愿意帮他 所以我当时呢 就是 动了叫什么 侧隐之心 我说那算了吧 我说那我买了吧 但是我当时想的是 我争取啊 买完了之后啊 我也不住这儿 完完完完完 反正大概一起 大差不差 就别赔了 最后啊 过两年呢 稍微长点 给卖了 完了 我是个这个心理 所以买完之后 三年没动 02年买的 05年 我都没看过 没看过这房子 我不说了吗 我曾经讲过 有一次 我从我们 当时我住我爸妈家 我从我爸妈家 我想找这房子 我都没找着 你信不信 我我我以为 这个这个房子 在五环里里 因为当时第一次来 还都是工地呢 还都是工地啊 你想想 2002年的北五环 有没有北京的朋友 那个时候到北五环 到旺青就到头了 旺青再往北 就说不上是河北 还是北京了 啊 所以我就没找着 我是开车 开到旺青了 我就怎么找我那楼盘 怎么找不着了呢 最后我就 去吃着旺青小妖吗 找不着了 房子找不着了 你说就这种事 一般都发生在 亿万富翁身上 啊 我认识一哥们 这哥们得有个 十几个亿 啊 就说 就是十几个亿吧 这哥们有跟我聊 就有一次忘了 顺意还有一套别墅 忘了 忘了 说就是忘了 你明白吗 忘了 不知道哪 忘了 所以哥们 就就就 我我我兄弟 我说你你你你你我说你在北京买多少套房 我买了应该有 我看啊 六套 七套 我看啊 我看我在在西城那个那个 这那金融街有一个金融街 然后这个海淀那边有一个 然后我这南呃 宣武那有一套公寓 然后我那个呃 在在大兴呃 大兴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院子 然后在哪 在在哪 完了 嗯 是在哪 石井山 不是西山 香山那边有一套别墅 然后在昌平有一套别墅 然后差不多这么多 我说哦你这么多呀 啊是啊 聊天聊一多小时 突然间想 哎哥们 我我刚才忘说了 我顺意还有一别墅 啊 七百多平米 还有一个 他忘了 他忘了 啊 我我我我也成这样 啊 我也成这样 哎 所以呢 我我想说的就说呢 你可以不认可我 吧 你比方说你是一个职业教练 你是有证的教练 你是清训的机构 你是地方的足协 你是 呃 这 这 这个 呃 什么兴趣班 啊 你是学校的主教练 啊 无所谓 你不认可我 没有我没有关系 你不尊重我也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重视我 啊 原因很简单 就是 我呢 比大多数的 玩这行的人呢 多点精力 我多点精力啊 最损的 我要过债 啊 这行你最多的是 家长拖欠你的 这客室费 你去要要 我是真要过债 啊 我是真要过债的人 啊 所以呢 你要重视我 你要重视我呀 啊 但是你重视我 就是战 战略上藐视 战术上重视 啊 你可以一了解来 说什么玩意儿 你耍嘴皮子的啊 一个 说球的啊 还那个清训 是他培养的吗 这些孩子根本跟他没关系 可以 没问题 啊 这都没问题 什么战术狗屁 什么都不会 就会开大脚 没问题 这都没问题 啊 卖孩子 啊 将来就是卖孩子的 你看 哎 没问题 啊 但是呢 你一定要重视我 因为你要不重视我呢 你让我有一天 冷不丁跑前面了呢 你自己呢 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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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会觉得有点 这个难堪 啊 你得重视我 你得研究 啊 你看我 打拉马西亚前连 研究两个月 对吧 没赢 完了就贪了 第二场打塔拉格纳 我就输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全身心的都都奔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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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马下去了 我打鼓楼之前 我给我害怕的 我晚上经常做梦吓醒 真的 我真经常吓醒啊 就当时的孔六龙鲍瑞羊在我心里边 哇操 就是中国没吸一吸锡啊 我说我们那什么中国小将 我看这几个孩子跟小鸡子似的 我说你上去 咱们得跟那个不得被鼓楼得打死 得被南京鼓楼一中心的得打死 啊 但是我说那没办法 等死不如作死吗 总得去吗 要不然你这 这个祖小将这大旗 刚刚刚给这个竖起来 完了就就就就不敢出战了 那不行 我说那去南京 那就得约南京鼓楼 对吧 你光赢一个外国语学校有啥用啊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我是经 我是被吓大的 明白了吗 我呀 我这一我这人生都是被被恐吓啊 然后呢 被被这个恐惧笼罩的人生 我呀 你像我从要寨开始就是恐惧笼罩着我 屋子里边就我一人 这边 我受不了 但我 但是我是这个人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 就是我要么我就不干 这个事要么我就不干 只我干上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只要我干上了 对不起 那这个事就是跟谁都没关系了 我活了干死了算 我是这样一个人 但我呢 一般来讲呢 我不能干的事我也不干 我不能干的事我也不干 我没这个能力 我干嘛呀 对吧 当然呢 所以呢 我建议呢 各位要重视我 虽然说呢 我呢 我的表达 或者是我的 你可以说我的为人 人品 都有自己的这个看法 这都无所谓 谁人背后无人说 谁人背后不说人 但是呢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相信一点 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人 他即使不是什么能人 但是他 他很 他很坚决 他很坚决 然后他豁得出去 就有一些你豁得 豁不出去的 我能豁出去 这个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就 就就跟大家 打架似的 其实就看谁手狠 没有别的 不是说他个高一米九的 你一米五的就打不过他 不是 就看谁狠 就这个意思 我呢 就是可以豁得出去 我可以豁得出去 就别人认为这件事情 这么干 没什么意义 我说有意义 我就干 有人说这个 这半天最后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 跟我有没有关系 交给未来 in the future 但是呢 眼前的事 把他办了 把他干了 就这样 另外一个呢 我有点头脑 你看我说过 我为什么做中国族小将 很简单 我是个逆向思维 我为什么逆向思维呢 就是 我说在我做族小将之前 中国轻讯已经几十年了 对不对 在我做中国族小将之前 中国的轻讯已经几十年了 这里边呢 哎 有 徐志导 徐根宝志导 张颖 张志导 朱广乎 朱志导 各带出一批人来 啊 朱广乎呢 是这个崇平岛 朱广乎呢 是建立宝 张颖呢 是聊小虎 我就开始琢磨 我说这三位 你看论宁气 那徐根宝跟张颖之间差很多 对吧 张颖看上去 也没有国字号经历 也不是什么 多么有名的教练 但是 他带出一批 李金宇啊 居胜青啊 张玉宁啊 李铁啊 是不是 这个聊小虎这部 差点凯格斯劳腾 所以我就说呢 这个 这个这个 你说张颖的水平和这个 徐根宝的水平 那可能这个 你怎么衡量呢 反正都是牛人 张颖张之导啊 当年呢 带聊小虎打北京 高雷雷一脚射门 把聊小虎的冠军给弄没了 第二天的足球报 第二天的足球报 我写了个特写 我就没涉及到什么 老七八糟的 啊 我就写了比赛之后 李金宇发飙了 李金宇啊 我不知道未来能不能跟李金宇连着线啊 反正李金宇呢 扔着鞋 有你们这么踢球的吗 可能就是 不知道是北京的观众 反正怎么着了 还是球员怎么着了 反正赛后有一片混乱 我不知道有没有公体的球迷在哪 啊 有你们这么踢球的吗 扔球鞋啊 反正场面很乱 那么呢 第二天呢 足球报呢 就发了这个 张颖张之导的一个采访 其中有一句话呀 我看完之后 我就 我就觉得有意思 张颖张之导说 如果北京官这个赛季每场比赛都像这么提 他应该拿冠军 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就是 北京官呢 这场比赛确实就太拼了 你知道我给你 我给你说一句啊 就那场拼的血乎拉的 而且呢 场上的国安的队员很多跟辽宁队员是哥们 是哥们啊 就平常说实话呢 国安区辽宁打完比赛 都一块吃烤串喝酒的 辽宁队来北京 比完赛了 甭管什么结果 哥几个会到旺京那边找的地方 一块或者咽沙找一地方 吃饭去喝酒去 是这么个关系 但是那天呢 哥几个完全是杀红眼了 谁也不认谁了 我告诉你 除了赛后 这个这个李金宇一个 就是李金宇已经有点崩了 因为眼桥是冠军呢 没了 所以李金宇就说 有你们这么踢球的吗 然后你知道南方 就当时的国安的南方 整个比完赛了 然后公体观众都撤了 然后呢 在休息室里边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了一句话 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拿球鞋 往电一扔 老董 你说他妈 我们这么踢 为什么呢 就这句话 就是他忽然间 当整个的大赛结束 然后当他意识到 他们这样的一个拼 就让辽宁队没有拿到冠军 然后当观众的呼喊什么都散去了 回归了一个安静的环境里边 南方自然而然的吐出了这么一句 你说我们这么拼 为什么呢 在那一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但是我知道 足球这东西呢 是很残酷的 非常残酷 我以前呢 是跟着国安队经历过这种残酷 跟着国家队也经历过这种残酷 直到我 包括我带启航U14 到第一次到欧洲 被他妈加拉塔塞雷沙尔克零四给干的都找不着北 我在场下就一种无助 其实我的清训教练的生涯应该在小将再往前推两年 明白了吗 很多朋友不了解 只有这些老粉才了解 当初我曾经干过启航U14 我曾经带着北京海选的 这个十个孩子吧 十一个十个呀 一块去过柏林 我参加过这个友谊杯世界青少年足球大赛 我带这个中国队是跟加拉塔塞雷和沙尔克零四分在一个组 然后呢我们是一比零比七 沙尔克零四 一比六加拉塔塞雷 一比六 进球那孩子叫陈君尧 他后来呢上了清华府中 但是再后来呢 就跟着家长啊 一起去了韩国 中国有一拨孩子 自筹资金 自己当自己的老板 去了韩国 在韩国这十几个中国的孩子共同呢租公寓啊 然后所有的共产共起不是不是共产共产主义社会啊 就是把钱呢 家长轮流去 今天呢两个家长呆俩月 把这十几个孩子生活料理好 然后呢租公寓 然后请老师上课 然后呢请韩国教练租场地 一块踢 就这么着 这个孩子走了 但是实话说呢 后来这条路啊 很艰难 非常艰难 曾经啊一度啊 去了一年多啊 反正有的半途而废就回 你想这中国人有时候干事 就是干都行 好时候可没问题 等子宜出点什么问题 就树岛胡孙呢 所以呢也有的人要回来 也有人要坚持 完了就开始分裂 然后又开始就是 反正弄的呢 到现在为止 中间有说想回来 但是 副中说了那你都出去了 你说你这 对吧你不能回来了 没法回来了 所以他们现在好像 有的可能已经回国了 然后呢就是到底在哪弄不清楚了 所以呢 中国有一拨家长 为了孩子的这个职业梦想 确实呢 敢于豁得出去 这里边 不论是大家已经知道的 类似于像 张玉宁的爸爸 还是说像 何振宇的爸爸 就狼队那个 东北路小学那个 现在这狼队 我们在去 去狼队的时候见过的那个孩子 还是大家不不太熟知的 高天忆的爸爸 还是这个这个 虚许的爸爸 家里 还是何小科的妈妈 应该说呢 就中国有一拨 有一拨啊 为了孩子的职业梦想 拼尽全力的家长 甚至包括现在此时此刻 在德国的江景旗的爸爸 和家庭 甚至还有很多 原来广州的呀 上海的呀 北京的呀 就是因为孩子踢球吃也不错 然后呢 就开始就去西班牙 比利时 科罗地亚 有很多 有很多 非常多 包括我们知道那个 祖利 祖利 祖利凯特 是吧 后来现在去了土耳其嘛 新疆那个 就是有很多的家庭 就是 是这样的 可能你们 咱们不知道 但其实有很多家长 为了孩子这个梦想 真的是拼尽全力 这件事啊 其实啊 也不能算作是 多么可可可泣 因为在日本 当年 日本孩子 去巴西 三万 三万个人 那不少 应该也有不少家长 陪着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呢 孩子学球呢 就跟唐僧啊 西天取经似的 有呢 九九八十一难 啊 搁几个一块去 西天取经的 也有呢 就在原地念经的 但你有能力 你有梦想 那你就西天取经 你西天取经呢 你可能啊 就会 历尽呢 千难万险 但这个都是 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无可代替 那么从实际效果来讲呢 现在还不到一个 下定论的时候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出国流洋 这条路 要比想象的艰难 要比想象的艰难 但是呢 可能啊 很多家长也学会了 越是坚钱 越像钱 或者叫富贵 险中求 对不对 刀锋上舞蹈 有时候也愿意把孩子 其实当做一个赌注 我客观说 把孩子当赌注 这种家长的心理 比比皆是 比比皆是 其实就是赌了 无论是为了成就孩子 还是为了改改善家庭 还是为了 就是就是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一人得道 是吧 全家光荣 一人参军 全家光荣 总而言之 啊 那么 把孩子作为一个赌注 压上去的 这种现象 在中国是有的 是有的 那么赌 很简单 有人赌赢了 有人赌输了 但是呢 作为 一个一个 相对理性的人 他可能会选择一个 大概率的方式去赌 人生能有几回 博 博就是赌 其实博有的时候 就是赌 啊 但是呢 聪明的人和理性的人呢 他不是建赌局就赌 他也不是随时赌 every time every way 不是 他要有一个判断 啊 就是百分之 如果能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可能性 这就不叫赌了 这叫追求 但是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可能性 这就是赌 跟他妈梦想没有关系 啊 跟父爱母爱没有关系 啊 跟这个 什么追求没有关系 就是赌博 你决定你是赌还是追求 两个词 相差甚远 其实归根结底就在于 他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 有多大的可能性 你要是百分之二三十的可能性 你无论用多么天花烂坠的 词语来形容 他的本质是赌博 如果你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可能性 你不论他 你压上什么 你都是可谓是一种追求 那么接下来一个逻辑 就是 我怎么知道这是百分之多少 说实话 这个 第一要靠理性 第二要靠自行 第三呢 要靠一个认知的支撑 就是你得认识这些问题 就比方说你得知道什么是美 你才能知道谁是美人 对不对 你说你都不知道姑娘 什么姑娘长得叫美 你满大街 你说美女 这个不行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听人劝 听人劝 当然逻辑再往下走 什么人 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相对理性客观的这种认知 这是一个问题 你信任的人 未见得 他说的是理性客观的 你瞧不起的人 有可能局外人 反而看得到清楚 所谓不识庐山 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每一个孩子在家庭里面都受父母的影响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一个比如说一个自私的孩子 受家庭教育非常自私 他能考上清华北大 没问题 因为很简单 他把这知识学会了 就能考上 对不对 但是一个自私的 或者一个人品相对弱一点的 成长环境当中 没有给予他正确价值观导向的 他能考上清华北大 但他踢不了职业 除非天才 我这括号是除非天才 你说马拉多纳 人品也不能定 到处都是私生子 吸毒 拿气枪打记者 是的 天才 天才是无法归类的 所以你不要用马拉多纳 梅西 包括C罗 来 来解释云云众生 你儿子不是马拉多纳 你儿子也不是梅西 你儿子也不是C罗 你可以把他当作偶像 但是真正的偶像 巨星是无法模仿的 多少人都想模仿马云 最后都是牛云 烟云 所以中国的 学球的孩子的家长的非理性 是普遍存在的 中国的 踢球的孩子 家长的非理性 是普遍存在的 他还真不是说 个别 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 一个呢是 家长 眼睛里边的自己的孩子 如果他 他如果他不是踢球的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上学啊 放学啊 玩的孩子 另当别论 如果他是玩技术的 你要他打冰球的 打篮球的 踢足球的 玩柔道的 玩武术的 玩跆拳道的 画画的 或者弹琴的 唱歌的 没有一个 不认为自己孩子特厉害 尤其是在得点奖 在有点成绩 基本上 都认为自己孩子无敌 无敌啊 啊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再加上 有一些社会的认可 有一些成绩 比方说市长辈 省长辈 是吧 比如说 又又职业梯队 又找我来了 这个时候很容易 就就 就飘了 很容易就飘了 就像啊 去股市的人 他去股市之前 他听过一万句 一万次 一万个人提醒他 股市有风险 他从来不会认为 就是 赔的是自己 他认为总有人证 总有人证 那就可能是我 就这样 所以这种呢 非理性 实际上呢 在某种程度上 他可能会成就 百分之五 百分之八的孩子 就是 他 他那种执着 有可能会成就 但是他一定 会给百分之八十九十的孩子 带来一些 可能是 比较 不愿意看到那种影响 就是父母的选择 父母的教育 而且呢 就是 这个徐指导也说过 包括这个 呃 我接触到的这些 这些跟清训有关系的 这个 专业人士都说过 家长 其实 就是孩子的天赋 是他成长的最大的 关联 就这个孩子到底有没有天赋 是不是干这孩的 这是第一大关联 第二大关联就是家长 历史的经验表明 凡是 不是说家长介入 多 这个孩子就踢不出来 但是历史的经验表明 凡是家长介入多的 大多数都踢不出来 啊 所谓的就是灯下黑呀 就是孩子 家长本身 他是一个 非常紧密的一个关联 但这种关联 如果处理不好 就变成了呢 孩子的很多的 踢球的认知 或者是一种发展的轨迹 那么由于家长的 这个这个非理性 或者是对这个认知 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反而可能会 造成这个孩子的 负面的影响 我看这里边有人提了 孙新民 对 孙新民确实是 他爸爸可能介入了他的所有 但是 我想说的是啊 孙新民 你是不是 你 你在 你儿子是不是孙新民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孙新民 他爸爸 这是第二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 其实都没法回答 可能都不是 你儿子对 至于孙新民 天赋 差他妈 960条街 你照 孙新民的爸爸 从各方面 无论是 执着劲啊 还是 专业的精神啊 还是说 人品的教育啊 你可能 差1000多条街 然后你就说 因为孙新民 他爸爸 把孙新民 带出来了 所以 我也可能 把我儿子带出来 这两个逻辑的 关联在哪呢 这两个逻辑的 关联在哪呢 如果是 你是孙新民爸爸 你儿子是孙新民 这事可以联系 可以联系在一起 但是你儿子 也不是孙新民 你也不是孙新民 他爸 你怎么就 突然间联系在一起 我怎么就想不出来呢 你说王子聪姓王 你也姓王 完了他有女朋友 你就得一堆女朋友 这他妈不是扯淡吗 这不是 这不是 这什么逻辑呢 但是很多人 就是这样 凭着这样的逻辑 凭着这样的逻辑 再去做事 他觉得王思聪姓王 男的 对吧 他怎么能有 那么多女朋友 我也姓王 我也带伴的 我也应该有 这么多女朋友 是吧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说 因为呢 在中国呀 纯粹的事情 不是很多 你发现了吗 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文化 这个文化也没有什么好 或者不好 文化的东西 它是一个传承 它是一个社会的累积 它是一个人性心理的一个 一个呈现 啊 所以呢 他也还是改不了的 他不是说一个啪一拧 一拧开关 灯就灭了 是吧 他不是 就是我们 一直以来 就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 一个理念 一个想法 比如说 中国人本来赌博思想就严重 对吧 全世界各地赌场 华人最多 啊 今天我看新闻 又是又逮了一个境外的一个赌博集团的啊 二百二百五十五个人都给收了啊 就中国的各种 就本来就是博 就赌博的心理 就有 因为什么呢 这个源自于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呢 是个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啊 在某种程度上呢 就是他辛苦耕耘 勤劳勇敢 这是有 但是有的时候是什么呢 看天吃饭 今儿嘛 这一年 老下薄的 那就完了 就欠收 就欠收啊 就闹饥荒啊 这边一发大水 完了 所有农田八个东西都给你吞了 这一年完蛋 这辈子可能都完了 所以呢 就是我们呢 实际上呢 为什么说我们没有经历过工业化 如果你要工业化呢 他就有一个缜密的逻辑和思维 说第一道工序 第二道工序 第三道工序 然后有一个合作 项目之间的配合 完了按照规律 一点点的 按照流程 一点点弄 这是工业化 工业化会培养一个社会的 一个相对理性和逻辑思维 但是农业社会呢 很简单 突然之间来一片马蜂 把那两个人都给吃了 或者闹老鼠 或者天灾 天灾 或者下雨下包子 完了什么刮大风 龙卷风 所以呢 有的时候 就是养成了一什么习惯呢 就是 今天 如果天 年好 我们就过好 年不好算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所以 也有人说 中国人有时候求稳 是吧 说不愿意赌博 是这样呢 就是你看 利有多大 这个一般来讲呢 就是 如果这利润超过三倍 超过预期的三倍 就是赌了 你要稳 都是 你要为什么说 有很多中国人的赌博啊 都是赢小输大 你明白吗 就是赢小输大 他一块一块 一块一块来请投币 爸爸的爸爸 是吧 这没问题 子一沾上 为什么有很多人 原来不赌 子一沾上 赢小的 就要往大的赢 往大的赢 一输大的翻背 翻板 要赌 控制不住 下去了 就是 所以你很难界定 啊 就是求稳 所谓的稳和最后的疯狂之间 其实就隔着一个赌博 所以为什么说 有很多人 其实本身是不赌的 但自己沾上 因为有小力 赢 看着未来了 说我这样一天要赢 一千美金 我这一个月就三万 我这一年就得 四万八五万美金 那这行啊 可是有一天他输了 输了觉得不行 觉得这东西是我的 怎么被别人拿走了呢 他忽略了一点 就是你赌 就有赢又输 然后就开始疯狂 最后 就是这样 就这个意思 所以今天呢 我说 我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 就是 你比如说在国外 在国外啊 国外的孩子踢球 为什么不是赌 很简单 就是第一呢 他国外呢 他这个年龄啊 除了说有个别的啊 特别优秀的 他移民 他移民他也有条件 他移民的也是有条件 另外呢 就是他比方说在欧洲 他的这种社会保障啊 或者是教育啊 这个公平啊 或者这些东西 他可能大概其实一个 完了包括 孩子也不离开家呀 然后包括路途也不远啊 说开车一小时之内 有12以下 都是开车一小时之内 另外一个呢 他踢不出来 也有踢不出来的 踢不出来呢 他可能啊 就是社会的就是可以给给予他的一种保障 或者是继续教育的功能啊 比较完善 所以就坦白说吧 就说 赌和不赌之间的区别 就在于就说 如果输了会怎么样 如果输了会怎么样 这决定于你到底是赌还是不赌 你如果说输了 输了 输了人家不疼 那这赌就赌呗 他对他没什么太大影响 他将来可能你看这梅西 梅西的那13个队友 踢到13岁 全部踢了 纪录片显示 不踢了 不踢了之后 你发现这些人都在干 有什么当工程师的 有当这个清训教练的 然后有开一体用品商店的 就是他仍然能够有一个 有一个体系 来确保这个人的最后能够 能够发展 能够发展 那么在中国呢 很多情况下 就是一到了这个 这个 比方说孩子开始 有一点点的这个成绩了 这个时候呢 家长有时候想的有点太多 想的有点太多 所以呢 有的时候不得不说呢 就是 我举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啊 去年 我们去一个足校去打比赛 我们09的 他们08的 互有胜负 那在我看来 那08的有一半踢不了 当时就已经可以决定 你一半踢不了职业 你大一岁 你都踢不过小的 你还踢什么呢 你的目标是什么吧 如果你的目标是职业的 那么我当时就可以说 你们踢不了职业 或者当中的绝大多数 踢不了职业 这个事你说 好理解吗 其实还是容易理解的 但是呢 可能 那个时候就说 谁都知道这里边 15个人里边 至少12个踢不了 但是谁也不知道 那仨是谁 或者知道那仨是谁 他也得有队 也得有一块链 那么你作为家长来讲 如果我是当时的 这个孩子家长 如果我的孩子 踢不过小一岁的 在这已经练了两年了 我我觉得就没有什么 再坚持下去的必要 但你说坚持下去 是不是也可能 是 但这种概率 就太小了 这种概率是太小了 你不要老拿说 瓦尔迪 说从第一级别的 也能上去 就是你一定 你就是 就是你一定要 要先有一个 自我衡量的 一个标准 你不能拿 某一个 某一些特例 来指导你的生活 你拿某一些特例 来指导你的生活 那不就是看名人自传 都能成名人吗 为什么名人自传 在中国卖的 就是非常好 不然国外卖的 可能也很好 就是大多数 云云众生 都他妈以为 说复制 学习一个人的人生 就能够复制 一个人的人生 所以你看 永远都是 名人自传 什么商业奇才 大明星 政治家 什么企业家 反而这些 书卖的最多 为什么呢 都觉得 看完书 他怎么活的 我怎么活 他怎么过的 我怎么过 他什么思想 我怎么思想 那最后很多 看书看 跑偏了吗 就是 指重 指重是 所谓的 信息的 接手 但是 第一 忽略了 自我的思考 第二 忽略了 信息的辨别 所以现在这个信息时代 每天 网上直播 今日头条 新浪热搜 百度新闻 我整他妈一堆 整一堆啊 群里发一发 他觉得自己知道点事 其实你说你知道这些事 比方印度跟中国怎么样 还说美国对中国怎么样 还说谁怎么着了 谁又生几个孩子了 这么着乱七八糟 知道这些事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就这些信息 除了让你知道这回事了 你有思考吗 你有辨别吗 所以 就说什么呢 就说 每一个人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比方说孙新民爸爸 培养了孙新民 所有人看到的都这件事 但是 你一定记住 不同的人 在这一个事情上 所得到的 得到的反馈 或者得到的思路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种不一样 其实最后决定的是什么呢 不是决定于 你是否能成为 孙新民的爸爸 或者你儿子 是否能成为孙新民 而是决定于 本身 你在看待事物的时候 你的一个思考方法 最后会决定于你 每次接收信息 最后留在你心里的 得到的那些帮助 或者得到的某一些 启示是什么 还是说仅仅是 一个感官的刺激 完了 或者是一个跑偏的思路 如果是 就是刺激 那还好 反正知道这么多事 反正无所谓 如果说这件事给你弄偏了 那他们还不如不知道这件事 因为你不知道这件事 你可能还偏不了 对不对 就跟有的犯罪 嫌疑人 他就是因为看了个警匪片 他去犯罪了 他要不看警匪片 他还不知道 说警匪片 抢钱 完了蒙一个东西 弄一丝 他这么学会了 他接着他也弄一丝袜 一套完拿枪就走去过去了 他要不看这电影 他可能这辈子 可能还能相安无事 可是我们看警匪片呢 可能除了有的 一开刊一个心心乐 然后可能有一个警钟 这辈子一定不能做 违法乱纪的事 否则挨枪子 没准备 你配着美国警察 给你跪那 给你跪死了 这都有可能 是吧 所以不同的人 所接受的东西是不同的 你比较孙新民他爸 培养孙新民这件事 我了解完之后 我第一个疑问就是 他哥为什么没出来 我第一个疑问 就是他不可能说 他孙新民是亲生的 他哥不是亲生的 他同时带他哥俩 那么孙新民 提到八千万欧元了 他哥呢 他哥没提出来 那我就去想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他哥哥 跟他一母同胞 然后又同时 在他爸爸的教育之下 最后没出来 而孙新民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问题呢 没有人去想 没有人去想 就像咱们所 清训培养的一些人 这些人就跟长城 建长城的人 最后封顶了 哥几个大人 啊 喊 在站在长城上 庆祝 封顶了 可是建长城死的一些人呢 没有人 去关心 没有人去关心 就是人们都是 登珠峰 登珠峰的 就站在上面 把把国旗插上 这这英雄 那那些死在半腊的人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思维的问题 这是一个思维的问题 能能改变吗 很难 非常难 在某种程度上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中国人过日子 过孩子 所以孩子的事 是家里边的低等大事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呢 学足球这个技能 啊 你接触的早 然后你又有一定天赋 你迅速的就能在一堆人里边 能够提出来 足球这东西 其实说简单 简单 说难也难 但是呢 说简单的所谓简单 你比人多踢一年 然后你速度灵敏性就很好 那你在地方的 那就是鹤立鸡群 想过几个就过几个 所以在抖音上 你经常能看到 可能很多孩子技巧 蒙着眼睛 巴巴跳绳 这些东西 在中国这么多孩子里边 出这些 我觉得都不奇怪 拿大顶 拿大顶啊 跳绳 我觉得都会 都会 都有人会 这个东西不是什么 这个东西不奇怪 就出这样的几个 天才 不奇怪 那么他们之间 跟足球之间 到底有多少关系呢 这东西就说不好了 这个东西就说不好了 你看那某一个平台上 老有一个 就是在加拿大的一个 一个人 老给我推送 那哥们玩花水足球的 那哥们就是 我看所有的动作 比方八五四 长得也挺胖 挺不个不绕 弄得非常花里胡哨 那你一看 叹为观止 但我说句实在话 他能踢什么呢 他加拿大业余连赛 可能都踢不上 所以对足球的认知 他这里边还有一个 就是说 一个一个就是 你家庭和家庭教育 包括孩子 哪些孩子 什么样的品格 个性 性格 适合于足球 除了说身体条件 接收的能力 聪明劲 然后爆发力 灵敏性 技术 所有这些东西 其实还跟一个 家庭教育有关系 跟家庭教育 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当初我做足球小将的时候 我就想 这么多专业人 这么多的模式 这么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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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中国清训还没弄好呢 那就说我们肯定是缺东西 你做不做吗 如果不缺东西 那你想要场地有场地 要资金有资金 要人才有人才 要教练有教练 那为什么还没弄好 你想国字号教练 那时候一堆全都是国外的 对不对 全都是国外的嘛 西班牙的 葡萄牙的 比利时的 什么什么塞尔维亚的 一堆吧 那时候马德星还写一篇东西 什么七个国 国族六个国家的教练 就说明这东西不缺 要场地 缺吗 你说缺什么吗 是看上去什么都不缺 场地有 孩子有 教练有 保障有 吃喝拉撒全管 精英培训 不收钱 什么都有 那么怎么还没弄好呢 还没弄好呢 什么原因 所以 我想说的是 中国 就是你要说单纯的 从 从这个 一个国家的 国字号的队伍的角度来讲 中国不缺孩子 踢球 不是说中国足球孩子 不是说中国踢足球的孩子 少 你就即使说一到了 这个中学就断崖式的下降 这是个事实 但是我也不认为 我也不认为中国孩子踢的少 有的人说我们最后就剩200多个人选一个国家队 那你别忘了 你这200多人可能是从20万人里面选出来的 他沉淀下来的 原来是一堆沙子 一点点淘 最后杀金 然后你从这沙子里面就剩下的这沙子里面淘金 剩下这沙子不是你原来那些沙子 原来那些沙堆都没了 所以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我们现在就是 几百人里面挑一个11个人 就就就给人感觉好像 就是我们中国只有这个年代段只有几百个孩子踢球 不是那样 如果你有公平公正的平台 如果你能有科学的这种 这种跟踪的选拔 那么你从几万人里面 你选出来这几百个人 怎么不能踢一个更好的11人呢 但是这里边呢 说句实在话呢 可能第一就是呢 好瞄子 但是呢 有可能呢 是没有没有这个 没有足够的这个这个能力啊 没有公开公正公平被对待 这有一拨人 但是呢 这这拨人呢 是处于什么呢 可上可下 他要是真厉害的 你放心 真厉害的 你们家穷的叮当滥响 啊 你们家负债四百万 五百万 但你儿子特别牛逼 就比方说是05年龄段的 或者07年龄段的 或者03年龄段 特别特别牛逼的 孩子 你们家穷的 我谁都不认识的 人显狗不待见 但是你也能提出来 最后就是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中国有些好瞄没提出来的 好瞄的 大家会觉得特点好 特别快 那小球那小技术 那传球特别好 但是说实话呢 他没有那个绝对的实力 但是你说他 如果给他一个公平的环境 他能不能再提高呢 那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你记着 凡是可上可下的 最后可能 这拨人下去了 那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原因 但是绝对不是说 你踢的特好 然后被人给黑了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一点是 这一点我坚信 因为他寻租的空间都在于 你可上可下 那个过程当中 那你去也行 不去也不行 也行 这时候就有 有这个余地了 就一顿挫 就出奇迹了 那么这两天呢 说实话呢 就是有一张截图 有一张截图呢 好几个人发给我 但是我也没转发 我甚至都没评论 就有关于某一个族校的 一个孩子被淘汰之后的家长 那些言论 因为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说呢 家长不可信 家长不可信 我不是说我不尊重家长 但是就是在 涉及到自己孩子问题上的时候 家长的言论是不可信的 因为他孩子被淘汰了 相当于 他妈的池塘秋生被我给拉黑了 池塘秋生 以害年树先生 以为人笨 这些人原来都是我的铁粉 被我拉黑了以后 马上他所眼中的我 他所有过去的一切的美好 全他们变了 明白了吗 就他现在属于这种人 所以你说 那你说家长 他能 你说东西能信吗 可能是 可能是事实吗 可能是客观的吗 你说对不对 你说是不是秋生 你看那秋生啊 以人什么 以为人笨呢 你看那以前一写 写中族小将写这么多 图文并报 那么西安现场也去 什么南京现场也去的 后来就因为我拉黑了 这一下马上变了 我就是恶人了 罪恶的人 什么懂这 那个的 全来了 就说明了 他们就瞬间受刺激了 就那开关就拧了 我正负极反了 就瞬间正负极反了 因为没有一个孩子 没有一个家长 会心悦诚服的 接受我儿子被淘汰了 一百多人怎么淘汰 二三十个三四十个 怎么就有我儿子呢 那那谁谁谁 他还不如我呢 都是这样 但是呢 这个说实话 这样的想法 我能理解 但是 我就想问一句 那你去的时候 你意识到这个 没有一个人会这么想 但是呢 咱们客观说 就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注定 有大比例的人 要被淘汰 就跟股票 注定二八 百分之二十人挣钱 百分之八十赔 这是注定的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东西 风险认知 你具备了 你就不是赌 你可能是一种追求 如果你对这个 风险认知不具备 甚至你用自己的 某一种想法 你为自己开脱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 你就是赌 现在你赌输了 有一句话叫 愿赌服输 那么什么是一个好的 心态呢 就是说 说实话 你现在被淘汰 总比你两年后被淘汰 要好 就说 如果注定是分手 一定是早分手 早好 除非有那样 对吧 那样的人 就是从你感情的角度来讲 如果破裂了 就早分手 因为你现在孩子还小 还能重新 大概期重新开始 但是不得不说呢 就是 这是职业足球的残酷性的 人 就是可以讲 是第一个阶段的体现 就是最小年龄段的 被淘汰了 这已经是 最残酷性的 就是开始了 以前呢 没有这概念 以前都是 孩子踢嘛 然后 学球啊 四处玩玩玩 那么当有一天 有人被淘汰的时候 叫 纯王齿寒 纯王齿寒 他第一批被淘汰的 接下来留下来的 你是庆幸 但是你别忘了 你庆幸之余 你马上就想的 明年这个时候 会不会是你 那么理论上呢 这是必然要有人 那么我觉得呢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呢 就是不要认为 国外 就是国外的很多的模式 你不要认为 他这个模式 仅仅是在于 他的训练体系 不是 国外 他对于一个 青少年的培养 他其实是一个 综合的考量 他不是说 国外就弄一大纲 完了之后 就好好练 先进的理念 孩子就出来了 不是 你无论 拉马西亚 伊斯米兰 利物浦 狼 他这些清训 他其实都有 自己的一些理念 比如说 孩子的家庭教育 比如孩子离家 孩子的上学 孩子的教育 孩子跟父母的关系 孩子的性格 各个性的培养 孩子的心理的健康的状况 所有这些东西 孩子的这个 什么团队精神的培养 什么 这所有这些东西 他也是一个综合的 我那天看了一个 关于这个 关于谁的 瓜调拉的一个纪录片 一个瓜调拉的纪录片 那么他其实 拉马西亚的理念 他其实也不是说 踢踢踏踏 他也是一个 我们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好人 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然后一点点的去 就说人格塑造和球 在国外 它是紧密相连的 在中国有点剥离 在中国 中国有时候呢 在我们看来呢 比方说一个学生 考试考多少分啊 就是只有分 是衡量学生的标准 然后你找一工作 多少钱呢 一个月挣多少钱 只有钱 是衡量的标准 然后 这个谁 那个演一个电影 哪个哪个导演呢 只有导演 谁主演呢 只有导演和主演 是衡量标准 至于说剧本怎么样 什么样一个故事改编 什么情节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一个节奏 没有人关系 没有人 说你孩子去哪了 只有名字 这名字 这名字好 为什么 中超俱乐部 你儿子在练球呢 哪国教练呢 西班牙的 只有这教练的国籍 是标准 你发现了吗 发现了吗 就是我们对于很多事物的认识 我们是用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标准 比方说这哥们是教练 什么证 什么证 以前TU职业吗 他他就这些 就是他的标准 他的标准就是非常具象 非常具象 而且单一 然后他从一个很单一的一个指标 然后就推断出了全部 一个主演 他不认识 他就不去看电视电影了 一个学生考分 没有考的第一名第二名 前十名 一般 学生一般 一个工作 还剩四千多块钱 这工作没意思 他就不想 这个工作对于这个人 是不是有愉悦感 未来是不是有发展前途 他的工作的环境怎么样 他工作的这种意义在哪里 没有 没有 说这孩子西班牙教练 我操牛逼 牛逼 西班牙教练牛逼 那你这孩子考验 他忽略了西班牙教练 有什么牛逼呢 有什么牛逼的 中国他们解雇了多少白鸡教练 李皮怎么样 是吧 但是他觉得 你这个教练什么证啊 B证 我操 B证 牛逼 B证 你儿子被B证教着 退一国脚 牛逼 他别的什么不知道 什么都不了解 所以这个这种认识 都是典型的 连个线性都没有 也没有逻辑 谢谢 也没有逻辑 所以咱们说 不是说 不是说这个 我今天说的 其实也更多的 是我心里的表达 其实跟小将也没关系 跟猪小将也没有关系 很多问题 在任何中国的社会里面都存在 我也不是说 专门说小将 小将有很多 也有小将的问题 我只想说呢 就说 我们首先要认识一点 就是踢足球 踢职业足球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这个得先明白一点 它很难 它不是容易 因为 因为你 你可能会认为 中国的这些球员 没头没脑 在上面 停球也停不了 传球也传不准 然后单刀也打不进去 然后什么肚子 有腹肌 没腹肌 白斩肌 这是你对中国职业球员的一个印象 但这个印象不能等于 在中国踢足球很容易 你不能说踢这种球 完了还能挣那么多钱 你就认为 这件事情是一个 差不多谁都可以干的事 这个一定要 别这么想 一定别这么想 就是再差 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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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在柬埔寨 也不见得能踢上职业 因为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 唱歌跳舞 你说唱歌 你说我唱歌 我认识仨评委 一共四个评委 我认识仨评委 我只要 但凡我能唱大概齐 大差不差 前五名 前六名 都能当冠军 对吗 前五名 前六名 谁当冠军 都是 都是可能的 都是可以的 是吧 是吧 但踢球 这东西 不一样 你有能力 和你没能力 你能力强 和你能力不强 这东西一目了 一目了 但是呢 当然 咱们说 有时候呢 你也看遇到谁 这里边的门子也不少 这里边的门子也不少 你比方说考评 测评的时候 测评的时候 一般测评 一二三四五 亮 像 那么谁决定这个项目呢 那可能有一个总监 这个总监呢 比方说我要照顾这俩孩子 这俩孩子最强项是什么 折返跑 那折返跑就 有有 这孩子耐力不行 足球不是跟耐力没关系 不用测耐力 这一个测试 对吧 你想 你看准谁了 你把这个测试 你稍微调一调 还有就是说 分队 打分队 你要是 你要是了解这些孩子 你们两个队 穿背心 绿背心 黄背心 一踢 你看这绿的 右右边后位比较弱 你让你这个 熟的人去踢左边后位 去左前方 就弄他 或者是这个人呢 本来是踢前腰踢的好的 你让他打后腰 所以我坦白说 我坦白说 就是世界上 就是最 就是最公平的体育 他妈只有田径 扩号 不能有 不能有兴奋剂 只有田径 还有什么呢 跳伞 就是田径 跳伞 为什么呢 你田径100米 谁第一个冲 冲线 谁就是第一 千球你扔22米 他扔21米 那他就是冠军 你撑干跳 你跳5米82 他跳5米76 你就是冠军 你一万米 你跑27分 他跑29分 那你就是冠军 你跳远 你跳8米32 他跳7米5 你就是冠军 就是这种 对 你说游泳也行 我说的 我说 我就这么一说 就是反正集体项目 非常难 跳伞 为什么行呢 你跳 你跳 那十字 那目标上 你就跳 你没跳 你摔 摔半山腰了 你就死了 所以他是一个风险 非常大 变数非常大的职业 咱们甭说青少年 你就是职业球员 你舍父清科 你在意大利 甲级联赛 大杀四方 你到了英超 你遇到木里尿 你玩不转 很多就是 所以他是一个 风险极高的职业 不可确定的东西 非常多 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所以当你决定 让孩子走 走走走 走这条路的时候 你一定 你要想清楚 你一定要有 一定的风险意识 一定要有 所谓风险 其实就是降低风险 你要说一点风险没有 那也扯淡 不可能 但是什么叫降低风险 降低风险 就是为自己留退路 为自己留退路 当然最 最好的降低风险的方法 就是 清醒的自我认知 你不要以为 邀请你去了 录取你了 就代表什么 不代表什么 真不代表什么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呢 我个人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真的不赞成 孩子过早的 集中训练 我真的不赞成 而且我也真的 真的不赞成 就说 家长为 为为 在在他 还算比较小的时候 投入那么大的 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这个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抱的希望太大 这个反而我认为 有可能有的孩子 能扛过来 也可能有的孩子 就支持不住 就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 这个太重要了 这别骂人的 好吧 好吧 这个别骂人 什么叫你压压的 什么意思 这孙子一定 一看LL 这一这一看就是新来了 就是就是就是黑子 这个黑子又又又又注册新的号了 是吧 就是 这种这种风险意识 真的是要有 你你这么想 如果你的孩子 你但凡犹豫 你但凡犹豫 说他能不能 我在这孩 他是不是干这个 你但凡犹豫 就不要下大主 如果你是索性就 我就从小我就不犹豫 我孩子就是特厉害 我坚定的认为 他也确实很厉害 那你就不要犹豫 你但凡犹豫 我建议你就不要下大主 往往有时候 你犹豫你下大主 你一般你认为会赌赢了 多半都是输 多半都是输 所以不要犹豫 另外一个呢 要学会止损 止损 止损非常重要 就是我说过那句 话 就当你已经失去了 什么的时候 你最明智的不是懊悔 不是谩骂 不是说是是是是 什么什么什么揭露 这不是 最重要的是 不要失去更多 这是理性的人 因为谁也不能保证 谁永远都是赚的 但一旦你吃亏了 一旦你受损了 你聪明的是赶紧停下来 不要再失损了 就是一桌子已经打俩碗了 剩下赶紧把碗收起来 就别再打第三个碗了 所以要有止损的意识 另外一个 记住 孩子踢球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是一个动态 而家长的思维可能是静态的 你早年前你认为你孩子踢得特别好 你就他们一直认为你孩子踢得好 但是孩子发展是动态 这个动态还是双向动 就第一 你孩子在动 第二 别的孩子也在动 你想想 这这种情况下 你能控制 你能控制住了吗 你能控制住了吗 这种 你要一个在动 你还能 别动了 或者往上走 停 这个你的 你怎么控制 所以你的思维如果是定的 事物在变 你的思维不变 这东西最后就偏差 就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所以我说这么多呢 我并不是说 所有的 我觉得中国的 未来的清训的模式 一定是 也不是恒大 也不是左小将 未来 这两者 其实他都有一定的特殊性 未来有可能就是 复利 深化 类似这种 就本地的 本地孩子 然后呢 放学过来练 周末练 完了平常回家 完了再几个小学 这是未来 未来一定是这样 那么 也不排除 未来有中处小将的模式 就是未来 那么 有中处小将的模式 一定有特殊政策 一定有特殊政策 或者特殊资源的支持 如果没有 这东西呢 也不可能长久 所以呢 在今后 我不能够决定 哪些孩子 能够去哪 我决定不了 我目前决定不了 但是呢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因为我最开始 我也没有 让队伍 集中的这个能力 我也没有这个想法 我就是动态 我当时说了 这个不离开学校 不离开社会 不离开家庭 我做足够小将 也是个动态的 现在有黑子吧 老翻我以前说的话 我做足够小将的时候 我没想到会有今天 我要做足够小将 我要有今天 我把今天告诉当时的 很多这个企业 早 中够小将早 一年两千万赞助都有了 没 不知道 谁能想象到 谁告诉我了 来 你谁牛逼 谁帮我想 说你当时做足够小将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中够小将有一天会这样 谁 谁能告诉我 说我能把 把这个队伍 给 给 给弄到北京来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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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想得到 谁能想得到 你别吹牛了 金俊宇你怎么想啊 要没有这个相关的教育资源 你把它弄北京弄哪去呀 弄你家去呀 弄哪去在哪啊 你告诉我在哪啊 去哪啊 去哪啊 你告诉我去哪啊 如果没有清华府中去哪啊 把他们弄哪去啊 那去哪呢 池塘秋生想得到是吧 去我家是吧 我也不知道 你不上学肯定不行 我当时想过 我还真去过一个私立学校 真的 那私立学校老板还真请我吃顿饭 但是我一说这事呢 他不得感兴趣 我原来想这私立学校一年学费15万 15万18万 然后我说这样 我说呢 这些孩子到这北京来 把你私立学校也 也也也也 外地的学生都可以吗 然后呢 他们 在这学习 然后我 我找人训练 然后呢 学费你就别收了 然后呢 他们代表你们呢 学校四处打比赛去 出国 把你这学校啊 给你 扬名了一半 啊 按说这事呢 其实也没多少钱 然后我说我15个孩子 一个孩子一年15万 再加点这个生活费 20万 300万 300万一年 啊 你相当于提供资源300万 说白了 你你300万的资源 最多120万 是不是 最多120万 实际花销 你那学费 我说句老实话 你不有四五万块钱够了吗 而且他还有个大球场 特别好 我曾经想过 当然我跟你说 甭说没谈成 即使谈成了 我要跟这左小将 当时家长一说 没有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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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多数的这些孩子 他就左小将的孩子 也有他一定的特殊性 就是呢 第一呢 他确确实实呢 在一个阶段呢 他是这个年龄段里边的 反正不敢说是 都是什么数一数二的 但大概其都是 呃 有点水平的 这是这我说的对吧 我比较客观吧 你要说 鲁恒大也有很多好的 09的 富丽也有 鲁能也有 但你不你不 你不能说 中国租小将 这十几个孩子 就不行吧 啊 你说谁不行 当初说小戴不行 小戴这 说句老实话 你看现在哪个 哪个队不想要 说当初说小赵不行 小赵 我说句老话 都有人要给他送到德国去 真的 都有人要给他送德国去 啊不是 我都给卖 卖到德国去 卖 我们现在已经出口了 我们现在 我现在卖孩子的 这个计划 嗯 我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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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包围农村 啊 我是先往外边卖 因为 因为你卖到外边呢 首先来讲呢 它是外汇 啊 这谁呀 这 清华附中欢迎你 什么意思 欢迎谁呀 真的 我说实话 我当时真的 我我我我今天我第一次说 我我真去的北京的一个私立学校 他老板非常热情 非常热情 因为听说过我 啊 然后在他的这个学校里边的一个私人餐厅 啊 然后他的厨子都是他自己的 我就提 我提完了 他 啊 这个足球 这个足球 啊 来来喝喝一杯 然后我当时呢 因为我说实话 如果 如果不是说 呃 徐志导当时说你们能够坚持十年 你们能够超过他们 如果当时不是朱广户朱志导说 你们这个队不能赛呀 如果当时不是程晓东 程志导说 说这这些孩子一定要给他 呃 保留下来 保留成一个队呀 我呀 也也 我也不想惹这事 我说实话 这个事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了的 真的 这个事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了的 我以为最开始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 比方说我搭建平台 你孩子来 你出孩子 我出资源 我出钱 然后我呢 搭建平台 然后呃 赞助商来了 我把这个比赛办好了 你孩子在这获益 第一你不交钱 第二你打国际比赛 第三你满世界走 你就第四你接受我的文化教育 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免费的 对不对 那么我呢 有孩子 我们才有比赛 才有赛事 才有平台 我把这个平台 做出流量来 然后他有价值了 然后这个这个 广告赞助商来 然后能够支持这件事情 呃 天砖家网 然后不就是越做越越火吗 我当时就这么一个想法 就这么一个想法 然后说到了 十岁了 我也管不了了 我管 我哪能管得了 谁能想到说当时 呃 这个这个 我我八岁带他们的时候 我就想到将来能给他带到 十二十五 十八 那么扯吗 你以为我 我可不是赌博的人 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人 我以为我就以后就带八岁的 到九岁我都不管 铁路警察就管这段 反正中国租协也不管 然后到了九岁十岁 有些孩子要去职业梯队 你去去呗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咱们不就有九岁就走的吗 郎达成 呃 梁军号不就走了吗 走了就走了呗 走了你说能怎么着呢 你说 梁军号呢 有点有点恋恋不舍的 完了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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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关系都不错 但是江湖就是这样 我没法付得起你未来 我为什么要留你在我身边呢 你说对不对 就跟你爱一个女人 你是他很好 你很爱他 你没法给他幸福 你还让他留下来 你不自私吗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吗 所以早就走吧 虽然说心里边 你说难不难过呢 也难过 但是一觉得 海呢 你最后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走就走呗 家长决定的 家长也是考虑到当时的情况 因为你中族小将没有和练 你老天天一个月建一面 完了你出去就打国际比赛去 完了你还得开大脚 你不开大脚 你怎么踢啊 大哥你告诉我 我们当时不开大脚 我们应该怎么踢 我们连和练都没有 就跟你那个合唱似的 平常没和练 你上去可不就得齐唱吗 我操你还非得弄几个 他妈生步在这轮着 我操 就把自己都给轮晕了吗 就这个道理吧 对不对 你说你一个大和唱 黄河大和唱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我的太阳 你说你弄个七八个生步 我操 什么阿拉贝拉 就是阿卡贝卡 什么的 你不得练吗 你不得练吗 那就TD他卡 那他们我们没有练 那么上去就是 我们是共产主义 结本人 可不就那么唱 唱完完吗 能唱好就不错吗 对不对 结果他非得说 你们这个唱的不行 你们没有声部 没有分出来 我们是共产主义 这谁能来得了啊 这不练能行吗 没有和练能行吗 有人说为什么不一起练 全都在全中国 撒丫子的谁能练呢 每次集中都得五六万块钱 你有钱吗 还问为什么不能和练呢 你们两地分居 你为什么不住在一起啊 休息会儿啊 开玩笑 你们问所有两地分居的人 你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不在一起 你们为什么要分居啊 你说这他妈脑子 我操 哎呀 这他妈的 这他妈脑子 没事 开玩笑啊 开玩笑 哥们行吧 这一气一百分钟 所以你们要重视我 好吗 老有人不重视我 你不能不重视我 你可以瞧不起我 但你得重视我 怎么会儿 干嘛呀 你看我这网络都不行 我今天晚上凌晨三点去解说 凌晨三点二十开口 四十五解说 今天C罗啊 C罗 C罗的这个叫 叫一个 C罗的这个 C罗的这个 疫情以来的第五场比赛 如果要是再不进球 我认为 会出大事 休息一会儿啊 我看看 人们并绝无门淹没 就在醉的蜘蛊潜伴 看见春天走向一窝 雪花飘飘 北风潇潇 天灵一叶苍昂 一见凡美 都已雪中 只为一人飘香 爱无所爱 永远无归 自己 自成留心 这唱的怎么样这个 这唱的怎么样这个 这唱的行吗这个 这廖局长 对 廖院长 对 目间休息啊 目间休息 有点歪是吧 有点歪 2155人啊 我看能唱走多少人 到1900我就收啊 赶紧的 要走的赶紧走啊 真情像梅花开过 我说了 没魂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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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魂想 本封雨不能足够 总有云开 日出时候 完整阳光 照耀你一我 生情像草开阔 冷冷冰雪不能淹没 旧在醉冷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雪花飘飘北风潇潇 天地一片苍茫 一间寒美奥离雪中 只为一人飘香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此情长留心间 陈情像草原波 陈思云不能阻隔 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寬张阳光照耀你我 正情像草原开阔 冰冷冰雪不能淹没 旧在醉冷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朝向你我 冰冷冰雪花飘飘北风潇潇 天地一片苍茫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只为一人飘飘飘飘飘北风潇潇 只为一人飘香 一间寒美奥离雪中 此情长留心间 不,我那节奏行没这儿了 不,我那节奏行 让我再看你一眼 从南到北 像是北五幻路 蒙住的双眼 请你再讲一遍 关于那天 抱着盒子的姑娘 擦汗的男人 我知道 每个夏天 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 代替梦想的 也只能失眠为其难 我知道 吹过的牛逼 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 让我困在尝试里 今天你 音乐 在尝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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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里 不会太久 请你再讲一遍 最美的那一句 回家 回家了 我在等你呢 我知道 我知道 每个夏天 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 代替梦想的 也只能失眠为其难 我知道 吹过的牛逼 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 让我困在城市里 让我困在城市里 纪念你 我知道 那些夏天 就像你一样回不来 我也不会再对谁 满怀期待 我知道 这个世界 每天都有太多遗憾 所以你好 再见 我知道 那些夏天 就像你一样回不来 我也不会再对谁 满怀期待 我知道 这个世界 每天都有太多遗憾 所以你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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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